铁川甲要给李勋桓报仇 在龙啸云他们家上大厅内 把宝剑亮出来 逼得龙啸云只好发着 龙啸云也拿好了主意 我一定剩了铁川甲 宰了铁川甲 在江湖上立立外 不然 以后我就没有立足之地 这两位 各自亮出了宝剑 本来这大厅摆上了酒烟 是要庆贺龙啸云和上官接红磕头的 现在赶紧把这桌子椅子灯子 全都挪旁边去了 大厅当中闪出了个空场 让他们打比武 铁川甲是真没客气 抬龙啸云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恶贼 那边来 说着话他往前一窜身子 左手掐剑绝一灵眼神 右手的宝剑 一招白蛇吐戏 直取龙啸云的耿嗓咽喉 龙啸云的身子往旁边一偏 他右手剑往旗抬根 把铁川甲这把剑就压住了 然后他的右腿往铁川甲的担口里边一插 把铁川甲要逼住 然后上边的宝剑向里边一推 这一招就顺水推走 就听着咯咯喉喉啦 剑奔铁川甲的腰篓 你看铁川甲喝了酒了 报仇心切 可是功夫在那儿呢 两条腿着实很快啊 他人随剑转 眼瞧着龙啸云那剑给他挨在身上了 他刷啦一转上 就转到了龙啸云的身后 可是龙啸云来得更快 翻身一剑马里走 铁川甲是刚转到身后 他一个转身 剑从上面落下来 铁川甲的剑是从下边往上撩 他那剑是从上边往下跺 这两把剑搁在一起就听着 哒啦啦啦啦 火星子一冒 两个人这是一个回合 当中掺和了好几招 一时之间难分盛大 很多人都给龙啸云喊着喊 龙爷好功夫 今天我们开了眼了 别人这么一喊 上官金红就往那边瞧了一瞧 本来这些人啊 正喊得好呢 一看上官金红瞧过来的那眼神 把下边那一串喊好的话都咽回去了 因为上官金红是瞪他们的 不愿让他们给龙啸云喊好 这些人一琢磨 对对对上官金红啊 有点瞧不起龙啸云 不愿意和他磕头 刚才都把他挤兑一吞 我们现在啊 还是当笼子做哑巴 在旁边处得得了 这些人摆是来后 是站着的坐着的 还有在窗边靠着的 目督转睛就盯着龙啸云和铁穿甲这一场血斗 这二位功夫不同 龙啸云基本上是习练的那一家建策 他讲究以气运剑 那个招数非常细腻 可是铁穿甲呢 从小时候啊 就练金钟罩铁步声 学了一些少林派外门的功夫 讲究大开大合 虽然他这一堂建策不是少林的达磨剑 可是很有其中的神韵啊 因此他们俩的建 是有柔有刚刚柔相合 五十合还难分胜败 龙啸云打斗着心里没底啊 过去我认为 除了我那磕头的兄弟李勋欢比我强点 还有江湖上那几个拔的尖盖了帽的 啊 曲手可耻的几个人比我略强 其他人不堪一击 不值一谈 那何况曾给李勋欢做过 独人的这个铁船甲呀 万没想到就这铁船甲是堪堪与我搬平 瞧现在的意思 我想剩他没有个二百合三百合拿不下来啊 或许我一时不慎还要败在他的手下 不行 俗话说 风墙 智取 欲绕 才胡琴 那么现在我碰着墙的了 就得动动脑子 他把猪一拿好了 忽然铁船甲是刺来一剑 斜脚他的肩甲 他往旁边闪 他这脚啊 好像没利索 就造了个咧去 嗨嗨嗨 就这两位功夫都差不多 你龙啸鱼一个咧去脚下没跟了 那可就完了 什么叫手慢便是阎王殿 腿慢便到鬼门关呢 且船甲是剑机会来了 不让过 是大合一生 你命松针了 这宝剑 直刺对方的咽喉 这一招他认为肯定刺上 而且这招数啊 用大不劲了 也就用老了 其实这是龙啸鱼 故意卖个破诈 身子往旁边好像要倒 让对方刺 就在这一刹那 铁船甲知道 坏 因为他这剑 好像刺到龙啸鱼咽喉 龙啸鱼身子往旁边一歪 那个剑早已经点向他的咽喉 他想往旁边躲 躲不及了 他让撒猴扔剑 一抗抖脖子 哎 说他干嘛呢 等死了 别看他金钟罩铁不声 分对方往哪刺 刺中他身子 他刀剑不入 刺上他这个咽喉 撒胡入这地方 那一下子就进去 他躲躲不了 他和这墙顶的挨着一下子 龙啸鱼就要得手 旁边黄影闪动 啪 有一个人 撒手枝头 是掐住了龙啸鱼的剑脊 龙啸鱼大行 刚要抬腿 踹这个人 他腿抬起来了 一哆嗦 他又放下了 怎么 飞身来到身边 把他截住的人 是上官金鸿 上官班主 您这是为什么 铁船甲 是给李勋欢报仇的 虽然说李勋欢是梅华道 罪在当中 不过你 把李勋欢吭了 也不是意气中人 他要杀你是理所当然 你杀他 未免过分吧 何况你已经赢了 知人一服 不知人一死 让他走吧 哎 那就听帮主的 龙啸鱼心里的恨 上官金虎 你把我坑透了 我本来想借着你的外野杨明 没撑下 你到了我家 是对我百般遮掳 可是我惹不起你 我不怕死 我还有儿子 有老喷的 嘿 七男子大丈夫 能屈能伸 现在 我这是三十年喝冬 你等到我四十年喝西那阵 咱们算总账 龙啸云勉强 赔笑 宝剑龟侠 退在一边 上官金虎 瞧瞧铁穿甲 剑铁穿甲 闭着眼 撕着牙 挡着个脖子 还在那拉架 是挨剑的 他拍了拍铁穿甲 金板 铁医师 你可以走了 不要再在此处 兜留了 哦 说的话 他用脚尖一条 啪 铁穿甲导剑飞起来 你说怎么那么准 那个剑把子 子弟一下子就钻到铁穿甲的手里边去了 你不抓都不行 他往你手里边钻了 铁穿甲拎着宝剑 连头都没回 左右没看 冲向大厅门 眼泪如雨而下 少爷呀 少爷 我无能啊 我武功不行啊 给你报不了仇 还丢了人了 少爷呀 我现在就死啊 我找个地方死了 我陪着你一块去见阎王爷 他一边哭着一边往处跑 就出了这个院落大门了 听他前边有人说话 还是个年轻女子的话声 声音很清脆 哎哎哎 小心点 快撞我身上了 尤其手中拿的宝剑可必给我滑上啊 嗯嗯 铁穿甲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 他一看 前边站的一个大姑娘 也就二十一二岁 穿着一身英格力的短打衣扣 拍这个红斗篷 一个小姐拍这个红斗篷 在大街上一站是特别的显眼 尤其是她的脸蛋长得很圆 红斗篷的一对大眼睛 这眉毛啊很细 弯弯的直通鬓角 显得那么一股筋果阴风 铁穿甲哪认识啊 这位小姐就是和李勋环斗过酒的那位孙大辫子 孙小红 这孙小红用手一拉铁穿甲的衣服 我说铁医师啊 你把宝剑放起来 听我有几句话告诉你 小姐 我不认识你 你却知道我姓铁 好了你说吧 你说完了我就走 我知道 我把话说完了啊 然后你就要死去 其实你死没有什么用啊 你死 李勋环也活不了啊 这位孙小红小姐 说的李勋环也活不了这句话 虽然她在劝铁穿甲 可是她却禁不住心中酸楚 眼泪上来 她接着往下说 铁医师 你死没有用 咱们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 能给李勋环报仇 把害她这些人全都杀了 给她敌命 这才是好主意啊 小姐 就凭你我 还能杀这上官鸡虎 还能杀龙小云 给我少爷报仇 说的话 她又哭上了 我不怕丢人 我告诉你 我以为我打不了别人 只能杀龙小云 可是我和龙小云动手 无时和一阔 我差点死在她的剑下 还多亏那个上官鸡虹把她拦住了 把我给救了 要不然我都见不着你了 怎么 你以为是上官鸡虹 发善心把你给救了吗 哦 那不是她救的我 是谁救的我 我虽然闭着眼睛 我感觉是她把龙小云拦住了 哼 孙小红啊 拿鼻子一哼 很不满意的摇摇头 我告诉你啊 上官鸡虹最恨的人 除了我爷爷之外 就是李勋欢 那么你要为李勋欢报仇 他能不恨你吗 就算他不想杀你 他落个以强凌弱的名 那么别人杀你 他没有必要拦呢 之所以他拦了 是因为我爷爷刚才在大厅门那一闪 让他瞧走了 他如果不救你 我爷爷会出手 我爷爷只要一出手 那跟他可就没完了 哦 铁船甲 这才回头 进旁边的石石子上 以着一个老爷子 正在那抽烟 那大烟的锅抽得通通啊 老人家 您是哪一位 山中一人 何之一谈 可是您那孙女说了 连上官都怕你 莫非您是 哎 不要胡猜啊 巴达巴达巴达 还有抽了好几口烟 哎 上官金红 他不是怕我呀 我年过花甲 老眼昏花 还能让人怕吗 只是他现在还不想惹我 说着 孙老爷子呀 斜的眼睛往院落里瞧着 看着看着 他双眉紧皱 不再说什么了 铁船甲拉住他的手 老人家呀 无论怎么着 我明白了 您是一位风尘一人 世外高手 只有您出手 才可以给我们少爷报仇 求求您吧 给我们少爷报仇 他死得太惨了 他不应该死 说的话 铁船甲给孙老爷子贵心 孙老爷子瞧着铁船甲 大受感动 哎 交友能辱铁船甲 人生何汉啊 他伸手 把铁船甲拉起 你听我说 就即使我亲自出手 弄好了 能和上官金红打个平 弄不好 我的老命也送了 当然咯 连小李太花都英年而逝 我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这毕竟不能给李太花报仇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马上取路 勾奔松山少林寺 请少林寺的方丈 星湖大师 和他的师兄弟们前来 给你的少爷报仇 哎呦 铁船甲两眼一样 把手一拍啊 哎呀老人家呀 您说的太对了 你看我呀 金箍南过来的 怎么就把少林寺给忘了 对对对对 少林寺曾经误会 我们家少爷 把我们少爷困起来了 可是我们少爷 却帮了他们的大忙 把庙中的奸细 新剑和白小生 抠出来除掉了 使得少林 才能转危为暗 化险为夷啊 如果我到那一送信 新湖大师 肯定要为少爷出头的 就这么吧 铁船甲 是一边捣鼓着 还一边给那孙老爷的势力 老人家 万望您也别离开此处 等少林大师们来了 咱们好联手 一块儿逗那上官金红 嗯 我不想离开 再说 我也没有地方去呀 孙大殿在旁边一听 啊 铁医生 望您可快点的 要不然呢 说不定上官金红 又作出什么腰来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铁船甲在本镇子 买了一匹快马 购奔河南松山 可是铁船甲 骑着马 购奔河南那边去 第二天 就有人报告给了上官金红 上官金红 在昨天的时候 大茂兴云庄 好顿折辱龙啸云 而后 他就领着弟子金无命 带着李循环的人头 回到了他金千帮的总舵 到上午的时候 有人报告 帮主 奉您的命 我们盯着那姓铁子 这姓铁子骑了一匹马 在河南松山那边去了 我们估计着 是请少林和尚吧 我猜着了 我猜着铁船甲 活着出了星云状 他就会到少林 他认为只有少林寺的老和尚们 才敢与我上官一战 可他盘算错了 就是星虎来到某的面前 又何堪一击呢 不过 我倒不希望星虎来到这儿 和那孙老头合起手来 到那时 我可就要麻烦了 说着话 他往左右看了一看 惊无命就站在他旁边 惊命 没有光亮的这两只眼睛 瞧他师父 意思是 等着他师父吩咐 只要有一句话 他都敢直接闯到少林寺去 单剑挑少林 把那几个老和尚都宰了 那他是偏不怕 敌不怕 可是上官惊鸿 瞧着瞧他 没说什么 而是看着门外边 站着的两个人 就他这一瞧门外边 那两个人 这两个人同时就进来了 帮主 如果你还能瞧得起 我们哥俩的话 我们哥俩 愿意半道截杀 星虎和尚 上官惊鸿 还没等说什么 这哥俩又说话 上官帮主 我们到您的手下已经两年了 始终不得重用 也只不过在您这门外边照应照应 如果这一次 一个叫赵柯青 哥不小啊 八尺来高 哥两个都用外五星的兵刃飞抓 练在有一丈多长 前面是个王八盖子小爪子 哎 这个抓相当的奇特 他们哥俩 他们哥俩自幼 席练飞抓的功夫 可以说在江湖上号称叫第一神装 尤其是啊 这个哥哥赵柯明 在白小生排兵论谱的时候 把他这飞抓排在第六位 那还在医窟和诸葛刚他们的前面 不过 就据上官金红的观察 你别看这哥哥赵柯明 飞抓排在第六位呀 他这个兄弟赵柯青 飞抓同夫 又比他哥哥很厉害 那么说上官金红 怎么把这两位 又笼络到手下了 原来啊 他们是在大道上不期而遇 这哥俩 那在乎谁呀 走到的时候 庞若无人 上官金红 就离老远看出来了 他们哥俩身怀绝技 就故意没给哥俩闪到 这哥俩 站在上官前面把眼一瞪 用手指着档口 说你要想活呀 就顺正钻过去 想死 你就再往前走 上官乐了 二位 虽然古时有寒心 瘦入胯下 可是我这个人有毛病 别人做过的事情 我就不想学 说的话 他往前一走 这哥俩发着了 可是上官一抬手 这哥俩 习了糊涂的 就被他点中了穴道 摔在了狗嚎之内 这俩傻了 他们俩 那都是拔尖盖了帽的人物 可是让对方一找同时点俩 这位是什么人 上官赶紧给他们哥俩解学 然后义工到地 哎呀 于兄和你们开个玩笑 本以为你们能夺得了 没想到 哎呀 这个 这实在对不起 他哥俩一问知道了 原来这位 是名列第二位 赫赫有名的上官金虹啊 雕手过去 还真不服他 现在是一服到底啊 从那一天开始 他们哥俩 就在上官金虹手下做事了 而上官看出来了 这哥俩 你平常别用他们 平常用用皮了 在最警官急要的时候 再用激将法一击必成 所以说呀 刚才哥俩才说出那么几句话 上官金虹一点头 好 我答应你们了 这金虹命在旁边啊 很不满意 心想杀少林老方 帮上的美差 应该让我去呀 可是师父吩咐了 那就先这么地吧 单说这赵氏兄弟 收拾的挺当利落 告别金钱帮总舵 取路 购奔松山 三天过去 这哥俩已经来到了河南地界 这一日正在往前走 他们一看 前边来了一个老和尚 不是别人 正是少林寺的心虹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见客 无情见